最近疫情確診人數 長期處於高位 政府急拼旅遊和體育介從業員 任職內務管理助理 協助社區隔離設施運作 社區隔離設施內務管理助理 月薪由3萬1千元 合約期暫定是兩個月 期後可以按月續期 主要在特建的社區隔離設施和酒店 執行內務管理和行政工作 亦都需要在前台 操作電腦系統 辦理檢疫人士的入住 和離開事宜 和相關單位溝通和協調 並處理檢疫人士 在入住和離開程序期間 和在社區隔離設施暫住期間 所提出的要求 職位只需要有中午程度 或者同等學歷 就可以申請 申請的截止日期 是8月10日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要盡快申請啦